一些簡單的計算 讓各位去了解 什麼叫做平衡常數 如此而已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面 我們以這個 很簡單的 一個反應式的 一個表示方式 來看所謂的平衡常數 它所代表的 就是 反應物在分 深層物在分子 然後這裡面 它都代表到墨爾濃度 它都是用墨爾濃度 來做表示 那這樣的一個 設施一個通式 在這樣的通式下面 如果 我們 變成酸或鹼的 一個 鹼離 鹼離式的話 好比說 我們 我們 醋酸的解疑來講 以醋酸的解疑來講 照理說這邊應該還要加一個水 水 也就是說 醋酸這個分子 在水裡面 它會解決出來 醋酸根 以及 氫離子 按照 平衡常數來講 出斯 有 一個 都是 跟 有 有 有 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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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常数就应该是这样子 那在这样的一个数学式状况下 我们把水直接并到这个平衡常数这边来 它就会变成说平衡常数乘上水的状况 等于素酸的浓度 然后这边是素酸根的浓度跟氢离子的浓度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我们把这一个值 这一个值把它定义成Ka A就是酸 所以说当你看到Ka的时候 就是酸的解离常数 在这种状况下面就是 这是素酸的分子 然后这边是素酸根 乘上氢离子的浓度 减也是一样的意思 那通常强酸强减来讲 是原则上是不讲解离常数 因为那是百分之百解离 所以没有所谓的 因为分子根本就不见 分子根本就不见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都是指着 若酸若减的东西 那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会进入到所谓的相关的一个计算 里面来了 好我们来看15和15之3这个例子 它说是半加氢变成氨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们姑且不论它的温度压力 或者是说它的催化剂 就是我们一个氮加三个氢 会变成两个氨 在这一个题目里面 它告诉你说氢的起始龙度是0.2 然后氮也是0.2 然后它告诉你说 最后氨所产生的是0.045 当氨产生0.045的时候 这边剩下来的就是0.2 减掉0.045 这边是0.2减掉0.045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平衡常数都是用默尔浓度来看 为什么这一题里面 它直接用默尔素来做这样的一个表示 因为在这一题里面你可以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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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说它在一个固定的体积之内 也就是说它的体积是一定的 所以说当它体积一定的时候 按照 然后 气体的 理想气体的封程式 那 在固定的压力固定的温度 以及 常数下面 它的默尔素 或者说它的体积 它的默尔素 就是它的 它的浓度 所以 这边才会说是直接用 用默尔素 来做一个 讨论 在这种状况下面 最主要请各位看 就是 它的一个 消耗量的问题 当这边 鞍产生0.045默尔的时候 但这边是指的0.2-0.045 因为 这边产生0.045 表示说 这个 0.045要除以2 0.045除以2 然后2 减掉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 蛋 比上 鞍 等于 1 比2 等于 所以 蛋的消耗量 是 鞍的一半 所以 轻的消耗量 然后 以此类堆 这边 可以 就可以把 青跟蛋的莫尔素 全部 全部 算出来 当把这些莫尔素 算出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 所以 看一下 第三 他说 所谓的平衡常数 那个地方 他就 直接 直接 把 莫尔 就带进去了 为什么把 莫尔带进去 就是 这个 概念 可以 视同 固定体积 所以 莫尔素 就 直接 可以 视同 它的 莫尔溶度 体积 莫尔溶度 所以 它的重点 是在第二 就是 在平衡的时候 蛋 跟 轻的 它的 浓度 到底是多少 所以 当我们 讲 平衡 常数 的时候 是说 在 平衡的 状况下面 产物 跟 反应物 它 各有 多少 浓度 请你注意 是 绝对 不是指 它的 起始 浓度 而是指 平衡 以后的 浓度 所以 往往 题目 是要求 你 从 反应物的浓度 推算 回来 没有 深层物的浓度 推算 回来 叫你去 算出 反应物 还 剩 多少 了解 这意思吗 是 反应物 还剩多少 这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 当有这四个字出现的时候 表示 青的浓度 跟淡的浓度 都是 最后 剩下来的 浓度 所以 你直接 可以用 它的平衡 常数 去算出来 安 有多少 所以 这四个字 是 这一题的一个重点 好 我们来看 十五之四的B 哈 就是 立体的习座来讲 是 要 雷 小 是 都 都 都 四个 這個都是氣體 它已經告訴你它的容器是10L 它已經告訴你它的容器都是10L 也就是說在10L的一個碳裡面 它去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所有的體積 一律10L來做計算 所以它的 各位我們先看產物 它的甲丸的墨爾數是3.5乘10-4 然後你再乘10L的話 這邊就等於3.5乘上10的負 然後水是5乘以10的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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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到平衡的時候 所以說 一氧化碳跟氫都是算剩下來的東西 所以一個是二一個是一 rafai 終於是 一氧化碳 都是 和 對 呼 犯 当我们把这四个值算出来以后 这一个是三次方 二乘以十的负四 乘上一乘以十的负三的三次方 然后上面是三点五乘上十的负五乘上五乘上十的负六 这样计算出来 五二十五三十五十七点五乘上十的负十一 一这边是二乘上三三九九 十的负五十三 八二十六七二十四五二十 一人乘上十一百五十六十七 des六十五十四二十六十第二十五十五十五十四四十三十一 最后的评论常数应该就是这个东西 好这一点各位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是体系的问题都是实 都是实 然后这边都是平衡以后的东西 所以说是2乘上10的-4 这边是1乘上10的-3 然后这边是3.5乘上10的-5 这边是5乘上10的-6 1乘上10的-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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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8 所以说这其中的细节也不过就是这个十个问题 这细节也就是十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比较有意思 碳酸钙加热以后会变成氧化钙加二氧化碳 它的平衡常数只看二氧化碳的产生量 为什么碳酸钙跟氧化钙不用济裂 是因为说它们都是固定 这两颗都是固定 所以说平衡常数不济裂在里面 按照这样的一个概念 请各位看 氯化银是一个沉淀物 但是呢它即使说是一个沉淀物 它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一个解离的状况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它就会 会有一个解离常数 会有一个解离常数 这个解离常数就是银离子乘上氯离子 这是氯化银的解离常数 同样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氯化银是因为是固体 所以不济裂在里面 所以不济裂在里面 从这样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 如果说是以水解离成氫离子跟氫离子 加上氫氧跟离子 它的平衡应该是水的体积末溶度 乘上氫离子跟氫氧跟离子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我们把水并到这边来以后 变成kw 就是水的解离常数 变成氫离子跟氫氧跟离子 所以在平衡常数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如果它们是一个固体的状态 在平衡常数里面就不济裂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另外就是 当我们碰到水的时候 通常会把水拉到跟平衡常数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有ka,kb,kw 所以kw我们知道是水的平衡常数 ka是酸的解离常数 kb是碱的解离常数 那ksp是一个沉淀物 也就是说它不溶解性的原类 不溶解性的原类 它所解离出来的一个解离常数 这种状况 你可以看 是 是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面 绿化银 它是一个沉淀物 但是它同时 它仍然会有一个解离常数 的一个出现 然后这种解离常数 当它越小的时候 就表示说 它越软解离 那越软解离的意思就是 它越容易形成沉淀 如果说它的解离常数越大的时候 那反而是说 这种沉淀就很容易溶解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各位的课本后面 都会有所谓的 KA KB KSP 这些东西 这些的数据 人家都已经做出来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当各位要用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要去查 H 后面相关的一个类伍 好 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像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很容易出到所谓的计算 这些计算 你要这样去看 就是让你去练习 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什么叫做平衡常数 怎么样 这么 surrounds 題目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看指考的题目了 那这些题目的话 有关于平衡这件事情 都应该是在指考里面才会出来的东西 我们下面来讨论有关于 若酸跟若碱的平衡 促酸是若酸 或者是说一个次氯酸 这些都是若酸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它就会有所谓的一个简离常数 那通常来讲 它的简离常数 这边就会加上一个水 在水里面会形成简离 所以说我们讲说 其实kA就等于k的平衡常数 乘上水的一个状况 这叫做kA 我们通常来讲 把这个 把这个四同常数 所以说一个常数跟一个常数 存在一起的话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常数 就是所谓的酸的一个简离常数 或是简的一个简离常数 请各位看例题的十五之五 我们用例题来做一个解释 它这里讲的是亚硝酸的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用来做一个解释 雅硝酸它有0.2m 但是这个0.2m的雅硝酸在水溶液里面它会有0.009mol的一个解离 那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0.009是氢,0.009是雅硝酸 这就是所谓这样的一个解离 然后因为它解离出来这么多 所以是0.2m要减掉0.009m 这是剩下来等于说平衡的时候 平衡时候的雅硝酸的浓入 平衡时候的雅硝酸浓入 所以按照这样的状况 你把K放进去的时候 这样计算出来 它大概就是4成状10的后4 这是它的一个实际的雅硝酸的解离常数 那这个解离常数到底要做什么 这解离常数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解离常数 如果说我们用这个解离常数 这解离常数,我们用解离常数 如果向它为画中的解离常数 概念去计算它的解离常数的时候 就会得到一个值叫做PKa 也就是说当这解离常数太小的时候 我们一样可以运用PoH的一个计算模式 把它取log的导数 然后计算出来的值 那我们就叫做PkA 那唯独这边就是说 跟PH跟PoH不一样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PH加PoH你怎么加这两个值只能等于14 不能等于别的 但是PkA就没有这样的限制 对不对? 是不是? PkA可不可以大于14? 可以吗? 如果说它解离非常非常非常少的话 那PkA当然可以大于14 对不对? 所以说PkB也一样是这个意思 它也可以大于14 对不对? 那PkA跟PkB中间就没有PoH跟PH的一个关系存在 没有说PkA加PkB加起来一定要等于多少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两个系统把它分开来 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我们只是用取log导数的一种数学的计算方式 让这个值稍微单纯一点 不要那么麻烦 不要那么麻烦 只是让它单纯一点 所以当我们看到它的PkA很大的时候 就表示说它的解离非常非常少 对不对? 然后它的解离常数非常的强 这就是用PkA的那种概念 同样的概念来处理这样一个数字而已 处理这样的数字而已 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处理模式去做 去做这样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单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比较 所以PkA、PkB 它的一个计算或运用 就是朝向一个把一个数值把它简单化 一个数值的简单化 明天中午我要到台北去参加一个审查会 然后这个审查会里面呢 他们都是去做一些 叫做 人体试验 或者说有时候是人体的研究 那在这样的一个试验里面 他们必须要有一些样本 对不对? 好比说他希望他有一百个人来参加 但他希望有一百个样本 对不对? 然后这一百个样本 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个试验结果 对不对? 然后这些试验结果呢 他就希望说尽量把它的数值 结果的数值把它简单化 当我们用数值简单化这样概念的时候呢 出来要嘛就是一些图表 对不对? 要嘛就是这些比较简单的数值 对不对? 然后有这些简单的数值的时候 他去做结论的时候 他就比较好去表达 他不必老是报了一大堆的数据 然后去那边看 有一种表格 有一种表格 各位应该还没有用过 这边是 我们所谓的长数值 就是整数值 或者说 很多数学上面应该叫什么? 自然数值 是不是? 是不是? 一二三十五十八九十 自然数值 自然数值 这边是 然后呢 这边呢 是取Log 那为什么要取Log 要嘛就比较大 我们就比较小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所以说它的线是 这边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开 然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值的时候 这边的值我们直接把它取落 然后取落格以后就这样打起来会比较好看 这是数值处理的问题 如果说不取落格的话 这个显得就变成这样一样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去做这样数值处理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不得面 只是让我们知道 所谓的PKA、PKB 那它到底代表有什么意思 OK既然讲到PKA、PKB 那能不能有PKSP 可以对不对 也只是说数值的一样一种处理而已 通常讲良心话 既然有数值处理就会有计算 麻烦这个 所以说它这边就给我们一个例题 说有一个氢化氢 或是氢金酸 然后这边是0.25mol 然后在平衡的时候 它的pH等于5 就是它的氢离子龙度等于1乘上10的负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那既然这边是1乘上10的负 所以说这个sinine也是1乘上10的负 这两个一定是等于10 对不对 好问题就说这边 这边0.25mol 减掉1乘上10的负 5mol 请问等于多少 你需不需要去减 所以说在我们的数值处理上 我们通常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理了 所以说我们在化学上面 在实验室的处理上面 数据处理上面 我们通常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理了 所以说我们在化学上面 因为它太小 太小的定义是什么 太小的定义 差异性太大 有没有标准的定义 没有 感觉太大 感觉 对 感觉 除非什么 除非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除非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重要到一种程度 就是你不得不解释 什么东西呢 好比说以前我在观音 我们那个工厂做什么东西呢 就做这个电子元件 在生产的时候 在生产的时候 会有一些废料的产生 不是废电脑拿回来大碎 那个东西 就是电子元件在生产的时候 然后这里面呢 会有金 会有银 那个工厂主要是回收银 主要是回收银 银已经 在他们眼里面已经不算什么 当然铜就可以摸了 那铜的话 那个讲完一年底一顿铜也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一公斤的鸡 那就不得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上面 今天我拿了一公斤的废料回来 然后呢 这一公斤的废料里面呢 可能只有一毫克的精 这个时候 你一公斤比上一毫克 这是什么 一个PPM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样差异性大不大 很大 对不对 但是问题说 我很在乎这一毫克的时候 这一毫克 我人家要鸡 这就是我们在计算上面 或说 在数据处理上面 有时候 我们会用一些 约等于多少 或者是说 这个东西我舍去不济 对 这个状况 了解这意思吗 好 我们星期五就讨论 雅号还原的作业 好不好 十二 十二章子作业要不要给你们 谢谢大家